我和白月光同时落水 裴轩放弃我 选择去救白月光 我瘸着腿爬上岸后 跟她提了离婚 裴轩一脸不解 佩佩不会水 我去救一下她 你至于吗 五岁的儿子也一脸冷漠 妈妈 你又没事 非得这副小家子气派吗 我反手给裴轩一巴掌 又凝着儿子的脸冷笑 至于 我就是这么小家子气 裴轩被打得头一片 转过头时 嘴角微动 强压着怒气 徐星辰 你可以冷静点吗 裴家旭年纪小 哭着喊着挣扎 难怪爸爸就佩佩阿姨不救你 你就是个恶毒的女人 活该你掉水里 我拖着饭疼的腿 对着她屁股 也来了一巴掌 对 我就是个恶毒的女人 你去找林佩佩当你妈妈吧 一旁的林佩佩推开我 心疼地把裴家旭搂在怀里 在只有我的视线里 她笑得挑衅 星辰 孩子还小 说的事都是气话 你怎么能打她呢 裴家旭躲在林佩佩怀里 声嘶力竭地喊着 我没有说气话 我才不要她当我妈妈 她好笨 不会骑马 不会高尔夫 根本比不上佩佩阿姨 爸爸不喜欢她 我也不喜欢她 然而在裴家旭吐露更多真心话之前 裴轩鹤令她 裴家旭不许胡闹 说吧 她以守护者的姿态挡在她俩身前 哭闹的柚子 温柔的母亲 高大的父亲 啊 真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三口 更别提林佩佩还在茶言茶语 这孩子怎么那么可爱懂事 换我是可舍不得下手 你这当妈的可真狠心 我牵起嘴角 盯着她冷冷道 你再说一句 信不信下个巴掌就挨在你脸上 看着林佩佩的笑脸瞬间僵硬 我吃笑一声 把渣男贱女还有那块叉烧留在了沙滩上 转身离开 第二天我把离婚协议递给裴轩 她皱着眉 推了推鼻梁上金丝眼镜 一脸疲惫 闹过头就不好收场了 没闹 签字吧 财产按婚前协议切割 至于裴家旭的抚养权 闺蜜 裴家旭继承了裴轩的冷漠 狠心 以及不爱我 与其强留在我身边 不如让她跟着裴轩 裴轩把离婚协议放下 她垂眸看我 清冷的脸上全是不解 就为了昨天那事 佩佩不会水 我去救她怎么了 你又没事 至于闹到离婚的地步吗 她义正词严地拿着昨天的事指责我 仿佛只要我没在那场落水中死去 她就站立了 昨天 我和裴轩带着裴家旭去沙滩玩耍 中途 裴轩有事离开了一会儿 也就这一会儿 她把林佩佩带了过来 她说是路上偶遇到林佩佩 看她孤单一人才把她带过来 在我难看的脸色中 向来冷淡 只爱黏着我的裴家旭 一脸欣喜地扑进了林佩佩的怀里 佩佩阿姨 虽然才一天不见 但我好想你啊 也就在那一刻 我才知道裴轩和林佩佩一直有着联系 甚至 裴轩还带着裴家旭去见了林佩佩不止一次 我看向裴轩时 她面色难看 慌张地向我解释 我去接小旭放学时 和佩佩偶遇了几次 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话语 让我的心沉了沉 后来 海滩翻起了大浪 我和林佩佩同时被卷入浪潮 海水并没有涨潮 翻起的大浪也不会把人卷入海底 她仿佛一场真心测试 让裴轩在我和林佩佩之间做出了选择 她忘记我是她的妻子 忘记了我腿上有着救她而留下的伤痛 她义无反顾地抛下我 选择救下林佩佩 所以她现在问我 至于吗 当然至于 她和裴家旭可以不爱我 可我不能不爱我自己 我只是她 一字一句反问 要是我有事呢 要是我拖着那条瘸腿 没能从浪里爬起来呢 裴轩 我能站在这跟你提离婚 是因为我还活着 裴轩张了张嘴 话比脑子还快 可你不是还活 话还未说完 她感觉不妥 止住了未尽之言 她狼狈地把视线落在别处 深吸一口气 她表面在劝我 说出口的话 却是威胁 可离开我 你无父无母 又有什么地方可去 我笑了笑 把协议往前推了推 你管不着 签字吧 就当还我当初的救命之恩 裴轩是个骄傲的人 她厌恶我拿救命之恩要挟她 她也笃定 我不会抛下儿子离开她 她以为我是在闹脾气 在我提到救命之恩后 她脸色铁青 冷着脸道 张嘴闭嘴 就是救命之恩 离就离 但离了后 我不会那么轻易 同意复婚 这段时间 你去外面好好反省 后来 我如愿领了离婚证 回到曾经住了七年的婚房 去收拾那些属于我的东西 房子很大 东西很多 但属于我的 却只有那么零碎一点 我环顾着大大小小 或昂贵 或精致的物品 最终从阁楼取出 只属于我的画板 把她背上 走出了这座别墅 在院门口时 我看到裴家旭 站在二楼的阳台上 她嘴角紧敏 一张小脸 冷若冰霜 她就这么静静地看着我 她大概希望我能像以往一样 上前哄她 亲亲她 再向她道歉 我脚步停下 回头望了她一眼 最后叹了一口气 转身细声细语地向她叮嘱道 好好吃饭 好好睡觉 以后妈妈不在你身边了 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裴家旭红着眼眶扭过头 冷哼一声 要走就走 反正以后 佩佩阿姨会照顾我 我才不稀罕你 我顿了顿 没再说话 夕阳下 我背着画板离开了那座别墅 裴家旭以前不是这样的 林佩佩没回来之前 她贴心可爱 当有小伙伴以我不会骑马 打高尔夫唯有嘲笑她时 她总会严肃着一张脸反驳 不会又怎么样 作为我妈妈 她只要足够爱我就行 直到林佩佩回国后 裴轩带她见过林佩佩几次 她跟换了一个人似的 从来只爱我的她 开始嫌弃我出身不高 不让我去幼儿园接她 当她朋友来家里玩时 她让我出去躲着别回家 就连我在爸妈忌日时哭泣 她都会冷着一张脸 指责我不够优雅 现在想想 她和裴轩 不愧是一脉相承的父子俩 喜欢的人相同 讨厌的人也相同 比如喜欢林佩佩 比如讨厌我 发现裴轩不爱我后 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我忍受不了背叛 可我舍不得裴家序 可讨厌我的她 却让我的舍不得像个笑话 走出别墅区的路不长 我却用了七年 走在霞光下的小路上 我恍惚间就想起了从前 十五年前 我父亲因就裴轩的父亲而死 母亲伤心抑郁而终 年幼的我辗转来到了裴家 裴轩是裴家独子 是不可一世的大少爷 可年少的她却对我很好 好到让我一厢情愿喜欢她 直到她喜欢上林佩佩 和她谈起恋爱 那时 我便把这份喜欢埋进心里 哪怕后来 她和林佩佩分手 我也不再妄图和她在一起 可在一场意外 我就吓她后 她却来主动招惹我 在陪父陪母的支持下 她开始追求我 她是我年少时喜欢多年的人 我对她冷不下心 最后 在她持之以恒的追求下 我和她在一起了 按部就班结婚 生下陪家序 我以为我们会在一起一辈子 林佩佩地回国 却让我的梦破碎 三个月前 我前去接喝醉的她 包厢门口 我听到她朋友提起林佩佩 佩佩回国了 你怎么想的 她一手撑着头 另一只手摇晃着红酒杯 嘴角是一抹无奈的笑 能怎么想 我已经结婚了 朋友们好事追问 那如果没结呢 想当初你们那么相爱 你更是爱得差点为她没了命 裴家旭苦笑一声 你在说什么废话 哦 忘记了 还是你老婆瘸了一条腿 才把你救下 也是 为了这恩情 你也不能背叛你老婆 裴轩嘴边的苦笑 已经足够令我赐目 让我不敢上前 也是从这时我才知 她从没爱过我 她对我 只有愧疚 我被她用谎言困住了七年 索性不晚 在霞光下 我也将重回自由 我住进了之前找的酒店 当晚 我接到陪父陪母的电话 他们还不知 我和裴轩已经离婚 关切地问我 何时带着裴家旭回老宅吃饭 想起裴父的高血压 我把到嘴边 和裴轩已离婚的话咽下 只摇了摇头 说 最近有事 电话挂断后 我给裴轩发了消息 你爸妈刚打电话问我 什么时候回老宅吃饭 这次我已经糊弄过去了 但你还是尽快和他们说 我们已经离婚的事吧 过了许久 她回了消息 知道了 我自觉已做得人之意尽 以后 裴轩便再也与我无任何瓜葛 我想了想 把她的联系方式彻底拉黑 夜里 我抚摸着从别墅带出的画板 想起又是在爸爸妈妈怀里许下的愿望 我长大后一定要成为一个优秀的画家 那时的爸爸妈妈摸了摸我的头 笑得慈爱 嗯 我们星辰长大后 一定会是最最最优秀的画家 可是后来 我进入了裴家 却再没拿起画笔 那时裴父 裴母 意味深长地劝我 星辰 学这个好 裴轩也是学这个的 怪年少得我不坚定 被不属于自己的风景迷了眼 我放弃这条路 走上不属于自己的路 而这早已泛黄的画板 如同我已遗忘的梦想 不管我如何擦拭 污渍依旧存在 庆幸的是 擦得久了 污渍也会变淡 看着明显亮起来的画板 我最终笑了起来 我找出傍晚从小铺买的画笔 压上画纸 试图重新勾勒而识 笔尖吻上画纸时 手机铃声不合时地响起 号码很熟悉 是裴轩助理小杨的电话 夫人 裴总应酬喝醉了 死活闹着要见您 您现在方便过来接他吗 以往裴轩喝醉后 总是闹着让我去接他 他的助理也习以为常地 给我打电话 可现在 我和他已经离婚 我放下画笔 声音很轻 却很坚定 不方便 我和你们裴总已经离婚了 以后请不要再给我打电话 突然 电话里传来物品摔碎的声音 我顿了顿 继续道 你可以翻一下你们裴总的手机 有一个叫林佩佩的人 他比我更合适去接你们裴总 我要挂断时 手机那头突然传来异样的声响 下一秒 听筒传来裴轩沙哑 隐忍怒气的声音 徐星辰 你真的不管我了吗 我觉得我应该是幻听了 毕竟一个出轨的人可做不到那么理直气壮 我轻笑了一声 自顾自跟杨柱说了声再见 挂了电话 我重新拿起画笔 把喧嚣的心事尽情涂抹在画纸上 晚上睡得迟了些 以至于我被手机铃声吵醒时 语气难免忧怨 谁啊 大早上打什么电话 电话那头响起别墅管家阿姨的声音 她小心翼翼道 星辰 小旭生病了 阿萱一大早出门 电话也打不通 你可以回来看看小旭吗 听到裴家旭生病的消息 我内心顿时焦急起来 毕竟没有哪个妈妈听到孩子生病的消息 还能镇定自若 哪怕那个孩子不爱我 我愣了几秒 立马急切道 我马上过去看她 当我在裴家旭房间看到她时 她正一个人孤零零躺在床上 我顿时有些心疼 大步走到床边 伸手俯上她额头 难受不难受 裴家旭看到我时 眼眶泛红 神情一瞬间闪过委屈 可下一秒 她却打掉我的手 她卷过被子盖过头 嗡声嗡气地嘟囔 都离开了 你还回来干嘛 你不应该回来的 裴家旭从小就很少生病 看着她这副脆弱的样子 我前阵子刚硬下的心肠 顿时就软了 我坐到床檐 伸手把她的被子稍微拉下 以免她呼吸不畅 然后就见到了她 憋得通红的小脸 以及续满泪的红肿眼眶 我愣了一瞬 悔恨瞬间弥漫上心头 裴家旭她才五岁 她懂什么 她讨厌我 亲近林佩佩 也是在裴轩的影响下 她就像一张白纸 她长成什么样 皆由身边人所想 我为什么要和一个 才五岁的孩子 计较这些 我越想越觉得对不起她 声音不由地哽咽 小旭 妈妈对不起你 妈妈不应该不要你 把你丢在这里的 对 我不能把裴家旭留给裴轩 她年纪那么小 一切都还有机会改正 我越想 声音越坚定 我俯身抱住了裴家旭的身子 温声道 家旭 跟妈妈好吗 妈妈会重新跟爸爸 协商你的抚养权 我能感受到 裴家旭内心的松动 她的头 甚至还往我怀里蹭了蹭 仿佛那个乖巧贴心的裴家旭回来了 裴家旭在我怀里赖了很久 她才问声问气道 别想了 你拿不到我的抚养权的 我安抚地摸了摸她的头 语气坚定 妈妈拿分道的财产和爸爸换你 裴家旭推开我 泛红的眼眸和我对视 她用最稚气的声音 说着最残忍的话 妈妈 别天真了 跟着爸爸 我有阿姨照顾 出入有豪车 读得也是名校 但跟着你的话 你什么都给不了我 况且 爸爸也不会把我给你 带着我 你甚至离不开这座屋子 我沉默了一瞬 声音被堵在喉咙 吞吐困难 妈妈会努力 和你爸爸协商的 裴家旭捧着小脸 冷酷地打断我苍白的挣扎 妈妈 我不会跟你走的 而你也不适合陪嫁 佩佩阿姨回来时 你就应该让位给她了 你走吧 不要回来这了 我不想再见到你 以后我的妈妈 会是佩佩阿姨 这些话我 已经不是第一次听 却依旧觉得心痛 我流着泪 正愣地看着这个 我怀胎十月生下的孩子 她把头撇过一边 小手指着门口 你出去 我不想再见到你了 我没动 就这么看着她 下一秒 床边的杯子 被她置在我脚边 砰的一声 飞起的碎瓷片 割伤了我的脚腕 血腺浅浅浮现 当脚腕的刺痛传来时 我突然觉得 自己进门时的悔恨 像个笑话 裴家旭 她不是被裴轩所影响 她是天生的冷血冷情 且不喜欢我 我倒退两步 转身离开她的房间 跨出门口时 我还是忍不住回头 说了一句 裴家旭 妈妈走了 就真的不会再回来了 回应我的是 另一个杯子摔碎的声音 我擦了擦泪 这次头也不回地走了 出门时 我遇到了管家阿姨 她担忧地看向我 又往裴家旭的房间看了看 小旭又惹你生气了吗 我摇了摇头 低声对她道 是我让她生气了 还有阿姨 以后她的事 你不要再找我了 她并不想看到我 说完 我大步离开 把管家阿姨甩在身后 远远的 我恍惚听到她说 这孩子怎么可能不爱你 她做梦都喊着你的名字 我擦了擦又要掉得泪 摇了摇头 怎么可能 她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我 她不需要我 回去的路上 看着街边熟悉的景象 我突然觉得 这座城市陌生的可怕 一路上 手机不断震动 是陌生的号码 接通后 是裴轩的声音 星辰 家旭都生病了 你为什么不留下陪她 我吃笑一声 恨意涌上心头 裴轩 这一切都如你所愿 裴家旭不要我这个妈妈了 你现在一定很得意吧 裴轩着急解释 声音急促 我当初没有那个意思 我只是 我只是想让她不要讨厌佩佩 我不再克制情绪 声嘶力竭的吼道 所以 你选择让她讨厌我 是吗 星辰 我没那个意思 我想让家旭接受佩佩 这样你也不会那么排斥她 我冷笑出声 打断她 裴轩 你告诉我 我为什么要接受林佩佩 接受一个插足我婚姻的女人 裴轩静默很久 久的让我失去了和她吵的欲望 我挂断了电话 望着窗外一闪而过的行道树 我突然就不想待在这座城市了 我紧攥着手机 对着前排的司机师傅开口 师傅 您接长途吗 我想去边城 那是我父母的故乡 我想他们了 我递交了辞城 回酒店拿了行李 前往了边城 我承认我是个懦弱的人 我害怕自己不坚定 后续会为了陪家旭 妥协在那无望的深渊中 毕竟年少时 我为了隐秘的暗恋 丢掉了画笔 十来年也未曾再拿起 偶尔惆怅时 我也会拿出画板擦拭 犹豫要不要再重新开始 可每一次都败在繁忙的工作 和陪家旭一声又一声的妈妈呼喊 如今离婚后 这些枷锁不再存在 我也恍若心生 也许我该感谢陪家旭 若她依恋多些 估计我还在深渊中挣扎 现在一切便是最好的安排 我将带着画板 在编程一点点找回年少时的自己 我在编程租了个小屋 开始自己的独居之旅 生活的缤纷 如同油画里的色彩 艳丽且自由 我过上白天背着画板出门 夜里窝在小屋里看书的日子 在写生途中 还结交了一群陌生的好友 他们多是退休的大爷大妈 亦或是附近一考班里的学生 我们从不相约 却总是在美景地不期而遇 然后一同会画碧绿的湖 金黄的夜 以及辖光万丈的傍晚 开始 我总画不好 每当有人路过我身旁时 我总是遮遮掩掩 我害怕别人笑话我 后来画得多了 我便不怕了 人总是在不断地试错 错并不可怕 怕的是没有从头再来的勇气 所以我画得在不合常理 我也能自信地摆出画架 再一点点修正 今天这幅湖边秋景一事 出画诚实 我便不满意 亮色不够 缺乏明暗对比 景与景还缺少关联 可我没有放弃它 我拿出画笔 一笔一画涂抹 试图将它矫正成我心中的那片景 直至夕阳落下 我才揉着酸痛的腰 如是重负地放下画笔 我盯着眼前的画 总算满意地笑了 可算画完了 真不错 比你之前画得进步多了 一开始 我还以为这姑娘画崩了 又害怕她像刚来时那样害羞遮掩 没敢往这瞧一眼 没想到后来画得那么好 我抬头 身旁不知何时围着一群大爷大妈 他们对着我的画点平起来 他们在肯定我的进步 吐槽我刚来时害羞地遮挡 鼓励我继续努力 而我被围在中间 抿了抿唇笑了 是吧 哪怕画错了 又怎么样 我手中的笔并不会停止 它总会顺着我的心意 将它修改成我所想要的成果 哪怕很难 哪怕最终结果不那么如意 可我总在前进 往我所想要的方向走去 我的人生亦如此 编程的秋天很短 眼一眨 空中便飘起了雪花 冷得大家都减少了出去写声的次数 我也开始在家自娱自乐地画起来 为了记录自己的进步 我在画画时开了不露脸的直播 我时常在直播间自言自语 这个颜色好像用得不对 得用这个 不错 这样画面和谐多了 诶 这幅明暗对比也不错 我简直是个天才 直播开得久了 我也积累了几百个粉丝 他们时常在我画画时 来我直播间和我聊天 听我自言自语 其中有两个ID格外让我熟悉 一个叫繁星 另一个叫宝宝 繁星是我在开播后的首批粉丝之一 宝宝是开播一个多月后才来的 我对他俩眼熟的原因是 他们极爱给我打赏 怎么劝都劝不住 是我直播间的榜一 榜二 而且他俩似乎还认识 时常在直播间争吵 繁星跌位很重 在肯定我的同时 喜欢对我的画评判一二 宝宝则可爱许多 哪怕我失手画错 他也闭着眼睛夸我画得好 所以宝宝常常因繁星 对我的评判不满 两人在直播间针锋相对 时常争吵 宝宝 你会画吗 这就指点上了 少做点惹人厌的事 繁星 总比小学文凭都没有的小鬼墙 宝宝 画真多 活该没老婆 繁星 嗯 你妈也跑了 我在休息时 看着他们的对话打发时间 常常看得一头黑线 不过他们吵归吵 在维护我时却统一站在一条线上 当有人来直播间捣乱 起哄让我露脸 对我进行辱骂时 他俩总是一致对外炮轰起哄者 维护我的直播间 我开直播的原因不是为了挣钱 因此对直播间保持着可有可无的状态 可他们维护我时 我还是觉得很感动 为了感谢他们的维护 我提出送他们我亲手画的画作为礼物 我笑着让他们把地址发给我 可后台却一直安静如机 我以为他们有事走开了 便分别给他们发了消息 感谢你一直支持我 如果不嫌弃可留下地址 我送你一幅我近期最满意的话 那天 他们没在直播间发过消息 直到我快下播时 我才收到他俩发过来的地址 很巧 他俩地址一致 也很巧 他们所在的城市是我所逃离的那座 我盯着他俩的挨地 心里浮现出荒谬的猜想 而后又忍不住发笑 怎么会是他们父子俩呢 他俩现在一个估计正新婚艳儿 另一个估计在庆祝有了出身高贵的妈妈 第二天 我顶着纷飞的大雪出了门 我去了当地市场 买了边城有名的特产 然后把那些特产和许诺的话一起寄给了他俩 回到家后 我也不急着午休 而是开了直播 支起了画板 我一度怀疑繁星不需要工作 只要我一开播 他总是第一个赶到 冲我打招呼 相反 宝宝则更像个学生党 大部分时候 只有晚上在 我抬头看了眼直播间 回应繁星的招呼 画我已经寄出去了 你回头 跟宝宝说一声 说吧 我便继续低头画我的画 我今天出门时 在雪地上看到了一幅幸福的画面 笑得爽朗的爸爸 戴着红围巾的妈妈 以及被他们牵着 穿得圆滚滚的宝宝 飘落的雪花 绵软的雪地 幸福的一家三口 很像从前的父母和我 那时 我便想着 回来一定要画下这场景 我专注地涂抹着画纸 描绘我心中所想 叮铃铃门铃在响 我皱着眉放下画笔 去开了门 门口正站着邻居家的小哥 他笑得爽朗 露出一口白牙 徐小姐 我在快递站 看到有你的快递 瞧着是一袋米 看着挺重的 就顺便帮你送上门了 我看着他手中提着的那袋米 才想起前天在网上买的香米 我感激地道谢 就要接过袋子 往屋里拖 邻居小哥很热心 拉着米袋不放手 你要放哪 我给你整进屋里去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指着厨房让他帮我放哪 而后 又感激地请他喝水 又从冰箱 把今天买的水果拎出来 塞到他怀里 再三道谢 一切做完后 我重新回到画架前 视线掠过屏幕时 我看到屏幕上密密麻麻 都是繁星发的消息 有男人进你家 他是谁 他来干嘛 他和你是什么关系 我低头拨弄手机 发现他在后台也给我发了很多 全是毫不客气的质问 最后一条是 徐星辰 说话 他到底是谁 我眨了眨眼 对他的身份有了确认 繁星果真是裴轩 那宝宝应该就是裴家旭了 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直接关闭了直播间 我不明白他们现在是什么意思 总不能是在我离开后 他们终于发现我的好了吧 如果是 那他们可太贱了 后来 我一连几天都没有再直播 也庆幸当初计划时 没有填具体地址 他们如果真脑抽了想找我 估计得要一段时间 可我没想到 会那么快再见到他们 一连在家窝了几天 当我准备出门散心时 打开门后 见到了裴轩 他牵着裴家旭 一大衣小站在门口 直直地盯着我 我给裴家旭到了杯热水后 和裴轩面对面坐着 我一脸冷漠地 看着他素着一张脸 打量屋子 为什么要来找我 一旁的裴家旭 捧着玻璃杯 冷着脸坐在沙发上 他俩的神情 看得我不由地吃笑一声 确定屋里没有其他男人后 裴轩皱着眉微微上扬 他看着我 语气软和 星辰好久不见 你还好吗 我皱着眉 别说废话 小旭快放寒假了 他想要来看看你 裴家旭是我生下的孩子 不管他是否喜欢我 我都应对未成年的他 尽有抚养责任 我把视线一向裴家旭 轻声开口 你想来我这主 裴家旭浅抿了一口热水 绷着小脸摇了摇头 不想 是爸爸逼我来的 我低头苦笑 而后又讽刺地看向裴轩 别拿小孩当借口 裴轩神色不悦 声音冷利 裴家旭 你给我好好说话 我真的不耐烦 看他训斥孩子 冷笑着打断 别在我这演戏行吗 还有 我们已经离婚 你不应该再来打扰我 如果寒暑假孩子想来 请让人送他过来 至于你 我觉得我们没有再见面的必要 裴轩嘴唇动了动 神情突然颓废下来 星辰 我想不通 我没有出轨林佩佩 我只不过和她是朋友之间的往来 落水那时 我可以保证没有下一次了 我以后一定会事事以你为先 为什么你还要和我离婚 当初你那么爱我 为就我还瘸了一条腿 现在你怎么了 我缓缓吐了一口气 转过头只是她 你当初和我结婚 真的是因为爱我吗 如果是真的爱我 在我和林佩佩落水时 为什么你会选择第一时间去救她 为什么又会带着裴家旭 去和她玩耍 口口声声让我接受她 裴轩 不要玷污爱这个字眼 这样太恶心了 在裴轩越发苍白的面色下 我忍不住宣泄这些年的委屈 裴轩 我年少时是爱你 但我当初冒着生命危险 把你从车里救出来的目的 不是为了让你感动 换成陌生人遇到危险 我也一样会取救 可是裴轩 你做了什么 你明明不爱我 却还是因为愧疚 假装成爱我的模样 你以为你这是在补偿我吗 你是不是还觉得自己特别委屈 我爸妈在世时 一直教导我 让我做个善良的人 可你知道吗 在知道你追求我 和我结婚 是因为愧疚心作祟时 我却无比悔恨当初就吓了你 裴轩愣愣地看着我 眼睛血红 不是的 我也爱你 我只是 我只是醒悟地晚了些 我深吸一口气 指着门口 那也与我无关了 请你不要再打扰我了 率先走出的是裴家旭 临门口 前他深深忘了一眼我 我心下忍不住一动 开口留住他 裴家旭 你要不要在我支住几天 那一眼明明写满了衣恋 可他却还是斩钉截铁地拒绝 不了 我从不住那么小的房子 他冷酷的话 让我看到的他眼底对我的衣恋 仿佛是种错觉 他们走后 我背靠着门 心情复杂地叹了一口气 如果裴家旭要留下 我势必会跟裴轩有牵扯 若不是他一次又一次的狠心 我将永远被束缚 后来 我又搬了几次家 裴轩依然找到了我 毕竟他家大业大 我的消息在他眼里应该就是透明的 想通后 我便不再执着于搬家 而是选择是贪于无物 他把裴家旭送回家后 死皮赖脸地纠缠我 他常常在我散步时 跟在我身后 一个人自顾自地煽情 星辰 小时候 我们也常常这样散步 现在好像回到了小时候一般 当我受大爷大妈的邀请去写声时 他也开车一路追随 我提着画笔绘画 他便在一旁安静地看着 在我画完后 照例说几句儿时 你来我家时 就背这个画板 和现在这块真相 我那时还以为你喜欢画画 后来却没见你画过 没想到多年后 你又重新画起来 大爷大妈在背后笑嘻嘻问我 小徐 这是你男朋友吗 我摇了摇头 认真道 不是 他是我前夫 我们已经离婚了 他在纠缠我 随后 我把和他的离婚的前因后果 跟他们说了一遍 大爷大妈听后 愤愤不平 在裴轩再一次跟着我来写声时 他们合伙把他从我身旁隔离开 他们对着裴轩 鼻子不是鼻子 眼睛不是眼睛 把不待见他写在了脸上 我感动之余 开口劝他们 不必如此 他很快就回去了 不必这样 再说 我已经放下了 我说得对 裴轩很快就回去了 因为公司事务的催促 临走前 他认真的看着我 向我许诺 我忙完这一阵 就过来找你 我爱你 我笑了笑 没说话 不管他来几次 我都不会再回头 他迟来的爱 对我如同过期发酵的牛奶 臭得让人恶心至极 后来 他也如同他所说那般 带着裴家旭来找过我几次 他还试图用裴家旭感化我 让我和他复婚 你忍心看小旭 在单亲家庭长大吗 你那么爱他 为什么不给他最好的 奈何他前妻 给裴家旭洗脑的功夫太好 裴家旭掀起眼皮 冷冷地道 爸爸 你可以娶佩佩阿姨 或者其他人给我当妈妈 在裴轩瞪向裴家旭时 我忍不住轻笑出声 然后关上门 把他们拒之门外 裴家旭拆的台多了后 裴轩便不再把他带过来 他一个人在编程和京市之间往返 他老生常谈地 对我说着他的歉意 爱意 我不为所动 有时甚至发酵 久而久之 他来得少了很多 直至第五年 他莫名其妙不再来了 也许是厌烦了吧 不过与我无关 因为那时 我已成为国内小有名气的油画家 还和当初的邻居小哥谈起了恋爱 且在我决定和邻居小哥结婚后 裴家旭破天荒来找了我 那时的他已经十二岁 像个小大人 他递给我一束红玫瑰 眼神幽深漆黑 妈妈 祝你往后幸福顺遂 说吧 他把花塞进我怀里 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 目送他离去的背影 我拉住身旁男人的手 有些正冷 好久没见 他好像长大了许多 男人搂住我的腰 安抚地拍了拍我的手 嗯 时间过得真快 后来 我婚礼当天 我又见到了裴家旭 在婚礼前夕 我邀请了他 他没有拒绝 也没有答应 我原以为他不来了 可那天 他却穿着黑色小西装 挽着白色婚纱的我 一步又一步走向台上的新郎 在把我的手交给新郎后 裴家旭凑到新郎耳前 低声威胁他 辜负我妈妈的人 不会有好下场 上一个已经在医院躺着了 你给我小心点 新郎连忙摇头 对他保证到 我永远爱他 守护他 我用我的生命启示 我转头看裴家旭 此时的他素着脸 红着眼眶 恶狠狠地威胁别人 不许欺负我 我情不自禁落下泪水 也许裴家旭当年并不是真正的厌恶我 毕竟五岁的他真的很爱我 也许他的爱是成全 裴轩翻外 婚后七年 林佩佩回来了 我承认我有些许动摇 毕竟他是我年少时 爱得刻骨铭心的恋人 可我从没想过和星辰分开 但在一次落水 我下意识先就林佩佩后 徐星辰跟我提了离婚 我慌了一瞬 可想到他并没有哪里可去时 我又放心下来 他爱了我那么多年 他不可能会离开我 况且还有裴家旭 那是他最心爱的儿子 在他出生后 连我都得退避三社 所以我笃定他只是生气了 过阵子便好 毕竟他可不会放下裴家旭离我而去 可是这一次我却赌错了 徐星辰他真的不要我了 甚至连裴家旭也不要了 我喝醉了打电话给他 让他来接我 我想已经过了几天了 他肯定消气了 他一定会顺着这个台阶来接我 可是他没有 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 我和他已经离婚 我突然有种事情脱离我掌控的心慌 当晚我失魂落魄地回了家 在客厅时 我看到了裴家旭在玩 徐星辰给他买的魔方 看到我回家后 他掀起眼皮 冷冷看了我一眼后 又低下了头 那一瞬间 我突然想到个好主意 我在夜晚时 拿走了裴家旭的被子 第二天 果不其然他感冒了 我不信 徐星辰会放得下生病的裴家旭 他一定会来 我兴高采烈让阿姨给徐星辰打电话 以免徐星辰看到我生气 我还躲了出去 我出去前 我叮嘱裴家旭让他留下徐星辰 裴家旭扬起烧得通红的脸 沉默地恩了一声 我满意地出去了 我想再过不久 徐星辰该为了裴家旭回来 求我复婚了吧 可我再一次失算了 徐星辰没有回来 他离开这座城 去了他父母的故乡 我也意识到 我也许真的要失去他了 后来 我让私人侦探查了他的地址 我发现他喜欢上了油画 开始有了自己的朋友 他甚至开了直播间 我盲目乐观地猜想 也许让他散心后 他就会回来 于是我每天都去看他的直播 裴家旭知道后 也每晚都去 我想他大概和我一个想法 他也想要徐星辰回来 毕竟徐星辰 可不止生我一个人的气 不然裴家旭 怎么会留不住他呢 我像那个守株待兔的农人 期待他回心转意 我以为我有足够的耐心 可当他直播间 传来年轻男人的声音时 我发现我并不能够忍耐 我无能狂怒地 质问他那男人是谁 与他有什么关系 徐星辰并没有理会我 他竟直关了直播间 他一定知道我是谁了 比起这个更严重的是 他还不肯原谅我 我意识到 我不能再坐以待毙 我买了飞机票 把裴家旭一起拎去了边城 飞机上 我耳提面命 让裴家旭挽留他妈妈 裴家旭看着我冷笑 摇头 我摇着他的肩膀质问 你不想要你妈妈 陪在你身边长大吗 裴家旭看着窗外的云层 声音稚嫩又冷淡 你对他又不好 相比留在我身边 我更想要他自由 我一愣 目自欲裂 不可能他只能是我的 裴家旭智商很高 从小就很有自己的主见 他冷冷地盯着我 放弃吧 他早就对你失望透顶了 而我不会帮助你去束缚他 后来我们见到了徐星辰 徐星辰如裴家旭所说 拒绝了我 他也践行自己说的话 他没有劝徐星辰回家 甚至用伤人的话 把徐星辰越推越远 我不愿意放手 我对他死缠烂打 可他是我余无误 直到我们离婚后的第五年 我纠缠不动了 我生了很严重的病 裴家旭在我床前吃笑 他骂我活该 我挣扎着从病床上起身 我盯着他很久 当初你是不是故意惹他生气 让他对我们这个家毫无留恋 裴家旭才十岁 却早熟得很 他冷冷地逆我一眼 声音凉薄 五年前那女人回国后 妈妈背着你哭了很多次 尤其是夜里 他哄完我睡觉后 抱着我哭得很伤心 他想离婚 可他又舍不得我 因为他知道 你不会把我的抚养权给他 他痛苦挣扎了很久 在那段时间里憔悴了许多 我那么爱他 既然他想离开 那我就让他没有负担地走 你说得对 我是故意的 但一切源头不是因为你吗 看着早熟的他 我正愣许久 我就说裴家旭怎么会突然换了性子 他一向黏着徐星辰 爱他黏着他 怎么会因为外人区区几句话就讨厌他 对他刻薄 原来一切有迹可循 他这么做的目的是让徐星辰没有负担地离开 心刺痛的同时 我不由地开口讽刺 可你也失去他了 裴家旭顿时露出一个乖巧的笑 那是在徐星辰面前才有的笑 他幸福就好 对了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他过阵子要结婚了 他让我去参加他的婚礼 病人心跳一长 你说了什么话 刺激病人了 现在出去 他需要抢救 兵荒马乱中 我眼角的余光看到护士医生向我跑来 而裴家旭被训斥后一脸平静 悠哉地走出病房 再然后 我就什么都听不到 也看不见 无边的黑暗和寂静向我涌来 我真的开始后悔了 如果能回到最初 我一定会先救徐星辰 这样 他就不会再离开我了吧 裴家旭翻外 裴轩在我15岁时去世 在他死后 我在爷爷的帮助下 慢慢接管了公司 成功接管了公司后 我对林家下了死手 当初让妈妈伤心的那个女人 跑来向我求情 她口口声声 让我看在幼时的情面上 放过林家 我和她幼时有什么情面 让我妈妈伤心的情面 让我离开妈妈的情面 我冷酷地摇头 更狠地打击林家 后来林家破产 我接手了她家的公司 知道林佩佩背负了上亿的债务后 我大发慈悲地留她在公司还债 还特意把她曾欺辱过的员工 调遣成她的上司 但没过几年 她就受不了自尽了 则 真没意思 其实学习管理公司的日子很痛苦 可不学 我又不能护着妈妈 我想给妈妈最好的一切 从前推开妈妈 是为了让她幸福 现在努力学习 是为了保障她的幸福 就算如果她现在的丈夫 像裴轩当初那样伤害她 我也能用我所拥有的一切 给她一个庇佑的港湾 而不是像幼时一样 故作冷漠 让她伤心离开 毕竟她当初那么爱我 长大的我可不能再让她伤心了 谢谢大家